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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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大家好 大家好 還有小P 大家好 我是君豪 我這一次在婚禮事務所裡面 飾演苗厚桑 苗厚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雅 也可以叫我小P 我這次在婚禮事務所裡面 飾演的是 狗狗乖 嗚 狗狗 所以是 你個性本身像狗嗎 你說腳色很遠 你個人 我個人不像 小時候像 現在不像 我變形了 哈哈哈哈 其實比較像貓 我覺得 我會需要自己的 時間和空間 那 我好像也是耶 因為我很容易 我覺得尤其是別人會覺得 時常散發出一個 現在我要去反她的那個特質 我都會事先警告大家 我真的是很慢認 我只是沒有笑 我很容易讓別人覺得難相處 事實上 我沒有討厭你們 我只是喜歡安靜 我只是不知道怎麼跟大家相處 對對對 就是貓的個性 好 我們這一次婚禮事務所 其實它很特別 它前面有一個非常難發音的報名 所以我們現在就寫了一個想考試 它是義大利文 對不起 幸福真的好難 它其實是幸福的意思 對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組演員 會怎麼發這個音 Felic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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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義大利文 有比較準嗎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差不多 我這樣好刻板喔 我會被攻擊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義大利人 就是大家會說義大利人講話 會叫 台灣人說好吃 義大利人說好吃 哈哈哈哈 好 OK 所以大家進去看戲的時候 你可以感情一下 對不起冒犯了 義大利的朋友們 抱歉 好 我們這次的婚禮事務所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跟婚禮有關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去參加婚禮的時候 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幸福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 對 所以有時候會準備一些婚禮小物 你們自己 如果你們的婚禮要來辦的話 你們會準備什麼婚禮小物 還是不想送大家 這麼久 我真的 我自己會不希望送大家很常送的東西 手工香皂餅乾 這類的東西 但是我一時也想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我可能就是 好好講喔 因為你剛剛已經說大家很無趣 對 所以我才說 如果是要 要發行哪個地方 我跟妳 要發行哪個地方 我直接就是排shop 讓大家走的時候 就是 拜拜 然後這樣子 讓大家 然後開心的離去 所以要離開的時候還要再敬你 不用敬我 大家就是 你放在這邊 大家就是會敬你 如果我當婚禮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嗆 太重要 所以你酒量很好 也沒有 哈哈 那會不會婚禮參加到一半 新郎就 無法繼續了 這樣不是很有趣嗎 大家都很端莊欸 這樣新娘好像很疯 她 會跟我結婚的一定也很疯 哇 但你剛才說你很 滿熱 我很滿熱 喔 所以能去參加你的婚禮 就是好友中的好友中的 好友中的 室友中的閨蜜 應該是這樣 就是全部都看過段階 可能才回來 我有問題 很期待這次演出 不知道能不能夠 哈哈哈 哇 演出最好不要喝水喔 裡面其實是帥 哈哈哈 跟工作人家拿水 裡面都是下 那以為是茶這樣子 那小滴咧 婚禮小問 會想要準備什麼給大家 好難想喔 我想一下我拿到什麼 我們比較開心 可能是 前半 當然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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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我猜可能是 蠟燭 香噴蠟燭 好像不錯 可是好像全部都很烤 所以就 那會是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啊 可能就很多種味道 然後可以自己炒 欸那不錯 那接下來想要問你們 怎麼樣 為什麼 沒有 覺得很快速的結尾 有一種 好 覺得好像不夠香 哈哈哈 好那接下來想要問一下 你們覺得婚禮啊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會是什麼 喝醉 哈哈哈 抱歉 抱歉 對 我想到了 嗯 我覺得 我去參加婚禮都覺得 不夠醉 太過溫馨了 假設我的婚禮 我就會讓我的朋友們來吐槽我 就最好說是我最丟臉自己 然後大家會覺得很好笑 就說不需要來看我穿西裝或什麼 就最好是來看我出球 所以你是希望你可以穿汗衫 然後假腳的托過去 在婚禮上面 欸我想過我婚禮 要是辦在沙灘不錯 大家就真的是可以穿海漢禮 就是我希望大家輕鬆 因為上一次我去參加人家婚禮 然後我還去借了晨透的西裝 我根本就不想喝紅酒 要是撥到根本賠不起 好像是欸 就是希望大家覺得好玩 OKOK 所以你的婚禮就是一定要有一個環節 不是交換戒指 不是飾演 是合作 我是吐槽我 OK 吐槽你講你的壞話 一定也吐槽新鳥 我怕他翻臉 好 吐槽我 OKOK 蠻特別的 那小朋友 你覺得最重要的環節是什麼 我好難喔 我想一下 一定要我們說爸爸簽你進場 或是交換戒指 我猜是 跟來的人合照 就是流行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大家就是 以後就看哇那個時候怎樣怎樣 這樣子 因為大家有參加這件事 參加這件事 參加這個問題這件事 會記不起 然後就開始說 欸那時候我們好年輕喔 二十年前你看那時候還有下巴 現在怎麼樣 OK所以兩個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風格 那接下來就想要來問一下 因為這一次算是第一次合作嗎 對 第二次見面 第二次見面 第一次合作 那你們現在就單看這個外表 跟這一次見面的感覺 你會想要在對方結婚的時候 送對方什麼東西 感覺一下 你說對方結婚的時候 我去參加對方的婚禮 你要送什麼嗎 對啊比如說今天小P結婚 感覺 欸你會想要送他什麼東西 或是 你覺得要結婚 你會想要送他什麼東西 糟了是酒 所以你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這個播出去 我形象會變得很奇怪 不會啦 會有酒香還找你播 比如說 威士忌啊 學生忌是烈的 因為他很需要送 送麥卡倫 哈哈哈哈 我連麥卡倫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那你會想要送他什麼酒 這是好喝的威士忌喔 那你要送他什麼酒 恭喜你現在告訴我 哈哈哈哈 因為他有可能真的會送 好那我知道我要送你書 我會送他麥卡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就是在婚禮裡面 你們就相約去品酒就好了 你們這兩個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到的環節呢 就叫做二選一 OK 就是 右手跟左手 然後待會你們聽到 欸你們覺得是右手的話 你們就舉起你右手 如果是左手的話 就舉起你左手 OK嗎 好 那選一個你一定要結婚的對象 那個對象會是誰 右手是貓 左手是狗 一二三句 喵 你們兩都是貓欸 對 有剛才有說你們都比較是貓派的人 嗯 對 狗狗掰掰 因為我也是貓派 哈哈 這狗不錯 狗其實不錯 就是有時候會有點煩 對我剛剛其實最終的決定就是說 你真的討厭你自己的角色欸 嗯 沒有我剛剛 我剛剛最終決定想說 狗的話每天都要陪 貓好像可以放下 貓好了 貓貓的話可以放下 就可以喝酒 哈哈哈哈 多想喝 好 再來第二題是食物喔 嗯 好 右手是韭菜 左手是香菜 一二三 等一下 等一下我這個真的 那我幫你吃一分 好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兩個都不行 我完全不行 硬選的話是香菜 OKOK 好沒關係 我們有斜道菜 好 接下來 右手是苦瓜 左手是茄子 一二三 茄子 你很棒 你不挑食 我也是不挑食的好飽薄欸 你有不吃的食物嗎 有吧 青椒 青椒吃 青椒味也可以 蛤 你很真心的不行 你剛剛臉都怪了 哈哈哈哈 八字內心都怪 所以你八字內心 大概就先結束在這兒啦 青椒我OK 青椒我無法欸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 也是一樣右手左手喔 右手是 一言不合 就會唱音樂劇的伴侶 左手是 一言不合 就會演台語八點檔的伴侶 一二三 請選擇 這個 這個要吧 要 選哪一個OK嗎 對 都是音樂劇 我本人是一言不合 就會唱音樂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你那麼少聽啊 我本身是音樂劇演員 對啊 所以你想選一個音樂劇演員 我台語我可能會聽不懂 所以沒關係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挑戰呢 就是要兩個remix在一起 你們要一言不合 就用 台語演音樂劇 是不是要用台語來唱 這根本就是一個整人節目 哈哈哈哈 好 因為你們兩個不能就是 對啊 這樣台語劇很難過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要照顧到 好 那我們要設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要辦一個婚禮 然後 女方覺得 我們要收 一方覺得我們要收銀金 一方覺得我們不要收銀金 然後我們待會就三二一 直接來這個小曲子 你們決定一下 誰要選 請問曲子是怎麼來的 隨便都可以 都可以 你說唱現有的可以還是 隨便都可以 反正你們就是要 是巧克力 對 是巧克力 而且是 而且是 台語 的 台語八點檔的音樂劇 想一下 就是要想辦法 這就是台語 你就這句直接亂唱 好的 那就預備囉 一個要收銀金 誰要收銀金 誰不要收銀金 想好 想好 我選不收好了 誰要選怎麼辦 好OK 沒關係我想說 等一下我們是要演什麼 你們現在就是要為了 要不要收銀金 堅信吵架 怎麼可能不收 好的 台語喔台語喔 就是 台語音樂 沒有你可以想辦法 想辦法喔 好 三二 三二一 Action 不要收 感覺不要收 我沒錢啊 我就是說 不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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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可怕 不要收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收 我感覺不要收 我的毛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在遮著我們啊 我不相信 我不是要演音樂劇 我都講開 這題目誰想的 我不相信他就可以播 這個題目是製作人想的 記記 哈哈哈哈 我不相信你真的會覺得可以播 OKOK 好了再來接下來 也是這樣右手跟左手喔 右手是長得漂亮的鬼 左手是長得很像鬼的人 選一個跟他結婚 右手是長得漂亮的鬼 左手是長得像鬼的人 三二一請選擇 我兩個都可以接受 我兩個都不想過 終生 單身一輩子就可以了 你真的不想結婚 OK那我幫你結兩次 好 謝謝 你這樣好像不算重婚吧 好像算 就法律上你不能跟兩個人結婚 但如果另一個是鬼 你沒有說你結婚就不能明婚啊 就這不犯法 你不射擊 你不射擊傷害他人自由 那你要辦兩次婚禮嗎 OK啊 那如果你們今天婚禮事務所 受到一個是明婚的案子是結嗎 結啊 又不傷害別人對不對 只要錢夠多 我的台詞就是只要錢夠多什麼 那你要怎麼去跟另一方交通 他想要的 找法師啊 找法師有 拖夢拖夢 你就是關落英龍 好OKOK 這也OK喔 首先長得像鬼的人 鬼又不一定難看 OK 就是 長得像人的鬼 那個人也不一定好看啊 所以我就說 我都讓好看 好看不好看 就不影響我的看法 好那我們來到倒數第二題 有沒有開心 最後一個 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討論到的是結婚婚禮嗎 那很多人在婚禮的時候 一定會有出現的婚紗罩 所以要請兩位 立刻 然後先背對背 321轉過來 一起完成一組浪漫的婚紗罩 浪漫的婚紗罩 不能先想好 就是一轉過來就要有 好 3 2 1 3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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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